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后面内容的学习 接下来一起来学习的就是作为这一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关于生产过程的时间组织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生产过程的时间组织呢 它指的是在时间上我们对于劳动对象 你在车间之间或者是我们加工的工段之间 以及工作地之间也就是设备之间 它的这种运动配合和衔接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设计 那正是因为我们不同的时间组织的形式 会导致它们这种移动之间的运动配合和衔接的这种差异 那最终会导致你的加工制造的时间就会有所不同 所以这些它属于跟时间有关的组织的内容 把这个概念了解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行时间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的时间组织其实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去提高 劳动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节奏性 你别时干时停 你干一会儿停一会儿 或者是呢我们干的前面特别的紧 非常非常的紧张 后面呢总闲置 整个的空间拉得非常的大 或者是呢前松后紧 前面特别的松快 后面特别的紧 所以要保证一定的节奏性 最终能够达到 你看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成本 缩短我们的生产周期 所以概念中也告诉大家了 这不同的组织配合 还有它的衔接 就会导致你的生产周期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有效的时间的组织 实现这样一个目的 好了 那么这些概念了解之后呢 重点在这里 作为零件在工序之间的移动方式 有三种典型的形式 顺序移动的 平行移动的 还有平行顺序的移动方式 先在脑海中有个印象啊 三种移动的方式 看名词 顺序 平行 哎 一看第三种是什么 两种方式的一个结合 所以把前两种理解之后呢 我们才会介绍第三种 我们依次来看啊 第一种 叫做顺序移动的方式 有的教材啊 它叫它顺次 所以如果万一啊 我们的试卷未来 它出现这个词 都有可能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 这样一个名词 你要知道顺次也好 顺序也好 说的都是一码事儿 所以这种移动的方式 是如何来去进行的呢 好 那么它就是按照批次 按照顺序来去进行的 那么一批零件 它经过多道工序来进行加工 比如说一批零件五个 那我们将这批零件呢 在上道工序 全部加工完毕之后 再统一搬运到下道工序 进行加工 哎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三道工序 一批零件五个 这五个零件 要等它全部在一号工序 都加工完之后 整批移动到下一道工序 在二号工作地完成之后呢 所有的零件都加工完毕之后呢 再整批移动到下一道工序 好 那我们教材中呢 其实也给了这么样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先行来看一下 先不用管这些时间啊 你看 这就代表着一批零件 三号 三个零件 一二三 三个零件 你看呢 一号工作地 二号工作地 三号工作地 四号工作地 它的每一个工作地 单件加工时间是不一样的 十分钟一件 五分钟一件 二十分钟一件 十分钟一件 你看这三个零件啊 每一个加工时间都是十分钟 它是整批的 所有的都加工完毕之后 你看到三十分钟末 然后呢 一起转移到下一道工序 然后每一个加工零件是五分钟 三五一十五 所以到这里它应该是 对应的四十五分钟 把所有的这三件 在二号工作地 加工完毕之后 再整批移动 你看 再整批移动 所以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顺序移动的方式 概念的这样一个定义的 一个实际的体现 好 当我们看完这张图 理解的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这种移动的方式 是不是 它的生产 会非常的简单 我什么都不用想 对不对 我一批零件这些个数 在这个工作地 加工完之后 我等它全部都加工完之后 一起转移到下一道 一起转移到下一道 所以它组织 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么设备在加工零件之间 不出现停顿 大家看 什么叫不出现停顿 它之间没有空档 对不对 你干完之后 是这一批 立即转移到下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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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整个加工过程中 它的连续性非常的好 没有停顿 工序之间搬运次数少 它不是 干完一件转移一件 干完一件转移一件 它是这一批都干完之后 一起去搬运 是不是 它的搬运的次数非常的少 这是它的优点 那么它的不足的地方呢 正是因为 它不出现停顿 它的搬运次数少 所以我们会看到 零件在工序之间 是按次序连续的 整批的运送 那么同时它就产生了 它的生产周期很长 它要等啊 等前面都干完之后 啪 再转移 等你都干完之后 我再转移到 一起干完之后 一起转移 所以这种连续性 就给它带来了 最大的问题 它的生产周期很长 而且大家要注意 它是我们要介绍的 这三种移动方式中 加工生产周期 最长的一种 是最长的一种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去掌握相关的 它的计算的这个公式了 那么说让给出来 这个公式 这不需要你去背 你看到数字 能算出来就可以了 但我们怎么去记下来呢 通过图形 听老师去讲 讲懂了完之后 你这个公式 你就明白它怎么出来的 好 我们就以这个书上的教材 这个例子为例 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你看 这一批零件 三个 每一道工序 它的单件加工时间 都给我们了 今天就让我们算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怎么算 那不就是这一段 加上这一段 再加上这一段 再加上这一段 这就太简单了 对不对 那我们第一段 这个时间怎么算的 不就是单件是十分钟一个 那它有三个 三十 我们的第二段呢 你看在这里了 单件呢 五分钟一个三个 这一段呢 二十分钟一个三个 好了 这个呢 十分钟一个三个 那我们这时都面对的 一批零件的个数是一样的 那不就是这里的三 提出来了 然后剩下呢 十加上五 再加上二十 再加上十 那我们可以算出来 它的加工时间是一百三十五 那我们要把这个公式 要按一般性给它推导出来 这个N 这个三是什么 三不就是 我们这里所提到的 一批零件的个数 我如果用N来表示 一批零件五个 那这N就是五 一批零件五十个 这个N就是五十 所以我们用 一批零件的个数 乘以什么 你后面这些是什么 不就是所有的 每一道工序 单道工序 它的单件加工的时间吗 所以我们的数上用 Sigma Ti 表示I 等于1到M 这说明了什么 你打开不就是 我用一批零件的个数 乘以每一个单道工序的 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你就算出来了 这种 整批移动的 它的移动的方式的 这种时间 生产周期就出来了 你看这公式 是不是就这么来的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 这么去背 考试的时候 你自己想 整批是顺序 老师讲了 一批整批整批 那这个每一段时间 加到一起 不就是零件的个数 再乘以你的T1 加上T2 这不就是这个Sigma Ti 把单道的工序的 单件加工时间 加到一起 乘零件的每一批的数量 就可以算出来 它的这个整个的 时间周期了 所以第一种 非常的简单 注意优点是连续性强 中间没有中断 组织起来非常的简单 缺点不足呢 时间周期太长了 对吗 所以这些概念 自己一穿就下来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 平行 好了 有了整批 那就有单件呗 所以作为平行 是一批零件中的 每一个 在上一道工序 加工完毕之后 我们别等 我们马上 迅速的转移到 下一道工序 干一件走一件 干一件走一件 那么这种移动的过程 它就形成了 一批零件 它们中间的每一个 在各道工序上 平行的来进行加工 所以说什么叫平行的 进行加工啊 是各自的这样一个移动 咱们也是先来看一下 这张图 来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平行移动 看 这个零件啊 一批还是这三个 第一号零件 它加工完十分钟之后 看到这个图形 这个箭头 它立即转移到了 二号工序 而这时候呢 我们的二号零件 这时候在一号零件 它走完之后 它继续来进行加工 它的十分钟 你发现它在 二十分钟末的时候 又立即转移到了 二号工作地 但是由于在二号工作地 每一个零件 它的加工时间 是比较短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 你看 在二号零件 它还没有完成 在一号工作地的 这十分钟 它在干一半的时候 你看 一号零件 它已经完成了 在二号工作地的加工 因为它五分钟就干完了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五分钟的空档 大家看到吗 因为在五分钟之后 这个二号零件 才完成了它在一号工作地的 十分钟的加工 它才转移过来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看这五分钟 它干完之后 它去哪呢 它又立即转移到了 下面的三号工作地 所以它们彼此之间 都是干一个 走一个 干一个 走一个 干一个 走一个 所以大家会看到 你看 当那加工工序的时间 上面的长 下面短的时候 下面就会有一个等待 有一个空档 当我们进入到二三的衔接时 你会发现 因为这是五分钟一件 对不对 而下面是二十分钟一件 所以它这里面虽然是平行 但是它没有间断 因为你看一号零件过来 它干二十分钟才干完 结果它没干完的时候 我们这二号零件已经完成了 它在二号工作地的加工 它就平行的都排在了后面 所以当上短下长的时候 这里就没有间断 没有这个空档点 但是你又出现了 上长下短的时候 你看又出现了 刚才这种情况 当一号零件 它二十分钟干完之后 转移到四号工作地 十分钟就干完了 但是我们的二号零件呢 还没有完成 它的二十号加工 二十分钟的加工 它才干了一半 对不对 它必须要等十分钟之后 才能够转移到 这个四号工作地 所以这就出现了 我们干一件走一件 干一件走一件 它的这种间断 也就是我们设备的 这样一个停顿 你对比刚才在顺次 也就是顺序移动的时候 它是连续的 它是没有这种间断的 对不对 但是平行中 你就出现了这种间断 但是它的优点 你看它的时间 你刚才的那个时间 算出来是多少 例子中一百三十五 那么正是因为这种 川流不息的加工和生产 干一件走一件 干一件走一件 时间一下子只有85分钟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优点 你就理解了 它充分利用了平行作业的可能 使得生产周期达到最短 最长的是什么 记住啊 最长的是那个顺序 最短呢 平行 因为它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那有这个优点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一些工具 在加工的时候出现停顿 时干时停啊 时干时停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 这种时干时停 对设备的运转 是非常不利的 这个大家应该懂 这就好像是 我们都最有体会的就是 如果我们开车出去 这时候有人下车 说等一等的时候 咱们一般都会怎么样 我们这车就不熄火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熄火了 再次启动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汽车 发动机也好 能源的损耗也好 其实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这就类似在 我们的生产加工过程中 你说我这个设备 关了还是不关 我们说我们每一次关闭 再重启 能源的损耗非常的大 那你说我如果不关机 那这个过程中 这个设备相当于就是在 空转是在闲置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都是浪费 甚至还有一些 加工制造业 这个设备 这个停顿的时候 它根本就不能去停 因为每一次停 它的再一次重启的能源 投入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有一些在这些锅乳 这些玻璃器敏厂 这个制造玻璃器敏的 这些工厂 它就会出现 比如说我们在经营 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我这个大熔炉都不能熄火了 因为熄火再一次 把它点燃的时候 那个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它怎么办呢 它只能把那些 卖不出去的 这些玻璃器敏砸碎了 再扔回这个熔炉 也不能让这个炉子停下来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知道了 这些就是实干实停 是对企业生产运营 非常不好的一个地方 对设备运转非常不好 那么同时 你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它的运输次数增多了 组织生产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麻烦了 因为你要怎么样 组织起来 它就是干一件走一件 干一件走一件 你看这种衔接 非常非常的麻烦 好了 那我们就设计到 那么这个加工制造的时间 它怎么去计算出来的呢 它也有一系列的公式 我们在看公式之前 老师仍然教大家 从图形中 你脑海中有了 它的这种移动方式 你真正懂了 这个公式我们就记下来了 否则你要死记硬背 一定出错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形啊 我们今天仍然是这一批零件三个 四道工序 单道工序的时间都在这儿了 好 我让大家看一下 这加工周期你说我们怎么推倒 这加工周期在哪儿了 就从头到最后这个时间点 我们从头顶着到最后这85分钟 它怎么算出来呢 你仔细看这个图形 你是不是发现这个时间是 诶 这个时间 加这个时间 加这个时间 你看 这是那个大T1 我可以把它画成 诶 这三个时间 掐头去尾 你看 你发现 诶 掐头去尾 那这个不就是那个 一号工作地 它的单件加工时间T1 诶 这不就是那T2 这不就是那T3吧 也就是15 20 对不对 尾部这是什么 10 你发现我掐头去尾 就是这10 加上5 再加上20 再加上最后的这个10 我们先用具体的数字表 一会儿再用字母进行替换 掐头去尾 你发现还有一个中间的时间 这块 没有算 这块你发现 这个时间我怎么去表示 小的没有办法表示 我能用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 如果我们就用具体的 这道题的数字 你发现 两个零件 对不对 2乘以 20 很明显 这个数字 不具备 普遍性 当我们更多的工序 更多的零件的个数的时候 怎么表达呢 2我们能表达出来 对不对 2是什么 n-1呗 你整个零件是一批三个 这2就是n-1 这20呢 看 你发现在四道工序中 这20是 时间周期 是不是最长的这个 那你今天把它 放大一点 我们的零件的数量 再多一点 工序再多一点 但它永远 作为平行移动 是不是 掐头去尾 取中间 你中间这个 永远是这个 四道工序中 时间最长的那个 把下面这些小的 零碎的时间 盖住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中间 这个最长的时间 去表示你中间的 这一段 好 那么掐头去尾 我们今天看这个数字了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 sigma ti吗 也计 每一道工序的 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好 n-1倍的 乘以 这几个工序时间中的 最长的盖住了 中间这一段 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的工序 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你再来看 它的这个计算的过程 这不就是老师说的 那个掐头去尾吗 sigma ti 所有的单件 加工时间之和 再加上 n-1倍的 t最长 那么再来到 我们教材中的工序 看 是不是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背 你要理解这工序 但是它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之后 它就像刻在你的脑海一样 那考试的时候呢 复习的时候 你就想 平行 是老师说的 干一个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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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间呢 掐头去尾取中间 那掐头去尾 就是每一个 工序的单道的 它的加工时间之和 sigma ti 那么加上呢 中间是什么 n-1倍 那个最长的时间覆盖的 t最长 所以这个工序 我们又拿下来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讲 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相对在这些 移动方式中呢 较为复杂的一个啊 但是它说难 也不难 听懂我给你讲的 并且按照 我说的这个公式去记 绝对不会出错 好 我们先看名词 它叫平行顺序 那顾名思义 咱们就知道了 是什么 它既有单件的 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它也有整批次的移动 所以它是两种 移动方式的 这样一个结合 那我把这两种移动方式 结合起来 优势互补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就要求 这一批零件呢 在每一道工序的设备上 要有连续的 那么同时呢 又不采取零件 在工序之间的整批 又不是完整的整批 它有连续的 哎 那么使得一批零件 在各道工序 尽可能的又有平行 使得设备中 不发生停歇 所以它希望通过 两种时间移动的方式 能够取长补短 那我能够避免 在我们顺序移动方式中 加工周期太长的 这样一个问题 同时又能克服 对不对 作为平行移动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 时干时停的情况 所以两者 我希望它既能够连续 时间周期呢 又能短一点 那这就是平行顺序的 移动的方式 好 那么作为这种移动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它的优缺点 因为在概念中呢 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它是两者 优点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缺点的一种规避 所以优点就体现在于 它的生产周期 是比较短的 注意它是较短 它不是最短 最短的是谁 老师讲了 是平行移动的方式 对不对 它呢 是比这个 作为顺序移动的方式呢 短一些 但是它还是会比平行的长 所以它叫较短 那每一道工序呢 加工一批零件的时候 没有停顿的现象 克服了单纯的 平行移动方式 会出现时干时停的 这样一种问题 那使得设备呢 能够连续正常的运转 连续正常的运转 时间周期又压缩了 好 那么它的缺点不足 它的搬运次数也比较多 因为毕竟在它的移动过程中 会出现平行的这种方式 它会有平行 干一件走一件的这种形式 生产组织也比较复杂 这个也能理解对吗 因为两种方式的结合 我到底怎么去实施它呀 好 那么这里面教材中呢 给了一大段具体的做法 我不要求大家去背诵了 那我因为整个课程 那个完整性 我列在这了 你下课呢 可以在老师讲解了 整个的过程这个图形 包括公式 我们推导完之后呢 回过头来 你再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不会让大家 去实施它的 只会要求大家 掌握这些移动方式概念 那么它的这些 给我们这些数字 我们能够去计算 对比优缺点 所以这个具体的实施的做法 下课自己来去阅读就可以了 我通过图形让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两种方式的结合 你看 首先 放眼一看 它里面有停顿吗 没有 它没有出现那个平行移动的 时干时停 周期95分钟 记住这三个时间吧 最长是那135 最短是平行的85 你看 它是两者居中 好 那么在移动的时候 它不是完全的整批 大家看这零件中 一批零件三个 它这三个加工了两个的时候 在两个末 你看前两个一起 整批移动到了第二道工序 看到没有 同学们 那什么时候平行了 你看三号零件 在它加工的尾巴的时候 干完立刻转移到了二号工作地 所以这就体现出来 前半部分是整批顺序 后面是平行 你看这是上长下短 上到工序长 下到时间短 你再看上短下长 上一道工序的单件加工时间短 而下一道 每一道工序的加工时间 比较长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 干完之后 它就立即过来了 这个干完了 又过来了 你看这个三号零件 二号零件应该是画在这里 三号零件在这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上面的时间短 下面时间长 所以它每一个都平行的排下来 就可以了 它就不存在整批 它就可以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出现这种连续的平行的移动 那我们到下面 它又出现了 你看前两个的时候 动了吗 没动 第一个零件干完之后等 第二个零件 全部干完之后 整批的挪到这 然后到第三号零件的时候呢 平行的移过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这样 前面等 等两个零件干完之后 一起挪过来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 就出现了这种 平行和顺序的 两种的并融 那我们重要的还是 它这时间 这95分钟 怎么算出来的呢 那我还是要求大家 先从这个 简单的例子中 我们找出来 这些数字的关系 然后咱们再把它 推导成为 一般型的公式 好 那我们一看 哎呦 这个时间 从头到尾 这就是你要研究的 那个大T了 没有刚才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仔细看 你仍然可以发现 它其中所蕴含的规律 我们发现这个时间 它彼此之间有重合 那我是不是可以 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把每一个 所有的时间 都加到一起之后 我把中间重复计算的 这些抠出去 是不是可以计算出来 你从头到尾的 加工时间 我再说一遍 你通过观察 我们整个的加工周期 就是从头到尾 这个95分钟 从头到尾端 这时间怎么算 你发现我是不是 可以用这段加这段 再加这段 再加这段 把所有的时间 加到一起 但是我这里有 重复计算的时间 对不对 我把重复计算的 这些时间 是不是可以把它 再扣减掉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加工的周期了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到我们理解之后 我们再来看 所有的时间 加到一起 这个简单 对不对 因为这一段是什么 这段 你加到一起 实际上就是你 N3乘以10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加工周期呢 那就是 3乘以5 那么这个加到一起呢 3乘以20 那加上后面 3乘以10 你发现这个比较眼熟 这不就是我们前面讲 顺序移动方式的 时间加工周期吗 这是什么 3乘以所有的 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所以这个公式的一般性 就已经出来了 3就是那个N 对不对 后面呢 10加5 加2 10加10 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那就是 N乘以Sigma TI I等于1到M 你记不住这个Sigma 你就知道 它是用N 一批零件的个数 乘以括号里面 是每一个单道工序 加工时间之和 我写到这啊 N倍的T1 加上T2 直到 你如果有M到工序 它就是TM 没错吧 我们要减去 重复计算的部分 这重复计算的部分 在哪了 你看 诶 这有一个 1 我用1234来表示了啊 诶 这块有一个重复的 你看这一块呢 2 有一个重复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段3 实际上我们教材给出来 这个图形 并不是特别的规范 但我就用这个图形来讲 你看啊 它在这里面 当我们在这里 这块1 怎么去表示 理论上这个图形 不应该让你看到 跟上面是对齐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 上下两个比较 当我用上面 没办法表示的时候 它是用下面来表示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要减去这个 老师这里所说的 1加2加上3 这123就是我重复计算的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 1等于什么 1实际上 是不是可以等于 2倍的 乘以这个5啊 2乘以5 那实际上 因为这个图让你画的 好像老师 为什么你不用上面 那个数字来表示 这个图形画的不对 应该是向上表示不出来 你只能去选这个角短的 向下来表示 你看下边这个 就相对比较明确一点了啊 你看 当我画到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我用向下的这个时间 表示的出来这个2吗 我表示不出来 所以我怎么样 他才用向上的这段 明白吗 所以这个实际上 也应该画成的 就是我不能用向上的 这个时间表示 我只能用下面的时间来表示 所以当我去抠出 这个2的时候 我发现 哎 下面这个时间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单段时间 我只能用上面的表示 变成什么了 它也是一个 这个2号 你发现它也是这个 两个零件 乘以 2号工作地 这5分钟 对吗 你再看这个 这个图形 又画的不太恰当 应该这个格望 这错一点才对 你发现它向上 又表示不出来 这个共同的时间呢 应该是向下错的 那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哎 3号应该等于是2乘以10 那我们把这三段 先加到一起 就变成了2乘以括号的谁呀 你看 5加上5 加上10 当然 我们要找到的是这个公式的 一般性的规律 对不对 2我们知道 哎 我们说N倍的SigmaT2 减去2是什么 N减1 对不对 关键是这个5加5加10 老师这个规律性在哪里呢 注意 关键点就在这里了 这个550不是简单的 我们把这个工序的时间 加到一起 它是一个比较的过程 大家回忆 我们再去选择 抠除这个共同的部分时间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做上下到工序时间的比较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时间列在这里面 你看 1号工作地是10分钟 5分钟 20分钟 10分钟的时候 它是两两比较 小者相加 你看 1二道工序比较 谁短 他短 所以我取的是5 2三道工序比较谁短 5跟20比较 5短 所以它又留下了5 好 那我们再看到3四号比较的时候 20跟10谁短 10短 所以它是两两比较 小者相加 才留到了这里面 我们这里列出来的 5加5加10 怎么来的 它是 把单道的工序按顺序摆在这里 每两个两个的比较 留下来的是那个短的时间 Sigma求和 所以这个公式啊 你才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公式 最终我们计算出来 这个平行顺序的时间是 N倍的SigmaTI 一批零件的各式 乘以 每一道工序的单件加工时间之后 抠掉那个 共同计算的 2 N-1 注意这一串 这一串 SigmaTI角短 我们说 这里面的TI角短 把它求和 I等于1到M-1 这一大串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 记住老师写的一句话啊 记到你的奖义上 叫做 两两比较 小者相加 这就是这个Sigma这一串 你用它所有的时间加到一起 减去N-1倍乘以 括号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时间列到这里面 两个两个的比 那个小的加到一起 就构成了这个公式 那当然仔细的同意 你会发现 是在教材中 关于平行顺序移动方式的计算 他给了两个公式 没错 我让大家记得 就是第二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 讲得不太明确 也不助于大家去准确 无误的算出这道题 所以就记老师说的这个公式 那个公式可以把它略掉 那我再次强调它的内涵 是你所有的 时间加到一起 所以你要用一批零件的个数 乘以各道工序的 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扣减掉我们 重复计算的那些部分 重复计算的部分 是怎么来的呢 是零件的 一批的个数减一 n减一乘以 sigma这个t短 这个t短是 两两比较 小者相加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公式整个完整的 准确无误的 理解记忆了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通过教材 这个例题啊 那么大家这时候 你就可以试着 刚刚讲完 我还没背呢 那郭老师给了我们 这么多公式的 这样的一个来源 我自己是不是可以 非常准确的 把这个推导的过程 我们自己 真正代数 能够算出来呢 试一试啊 然后呢 再听老师的讲解 那么假设 某种零件 实施批量生产 一批零件的个数 n30件 好 加工工序呢 m等于4 那就是4道工序 每一道工序的 每一道工序的 单件加工时间 告诉你的 T1 T2 T3 T4 我们不考虑 搬运的时间 就不考虑 我们中间还有移动的时间 不考虑 很单纯的 按照三种移动方式 来计算 一个P4 各个零件的 生产周期 那这样的话 我们后面有讲解 但是我们不看 我们一起 自己独立来做一做 我们第一种 你看T 我们先整批移动 顺序 这种顺序的移动方式 等于什么 脑海中想一想 一批干完 下来一批一批 把所有的时间 加到一起 那就是我们要用 n乘以σTI 一批零件的个数 叫乘以单道工序 加工时间之和 所以一批零件 是三十件 好了 所有的单件工序之和 每一道工序的时间 一号工序 二十 加上十 加上四十 加上二十 你看 这个数字最后 我们可以先不算 这是不是整个的 就是第一种移动方式 顺序移动方式 它的时间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 T平行 脑海中心想一想 平行是什么 干一个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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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时间周期 是最短的 但它中间有间断 对不对 那老师告诉大家了 平行应该是什么 掐头去尾 去中间 对不对 所以掐头去尾 那就是你所有的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二十加十 加上四十 再加二十 好了 中间取中间是什么 N减一倍的 三十减一 好 那个最长的覆盖的 那我们要在这四个单件加工时间里面选的最长的 乘以四十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 好 那么最难的来了 最难的也 不难 平顺 这种时间 想一想 把它所有的时间 整批的全都加到一起 那就是 一批零件的个数N 乘以SigmaTi 所有的单件加工时间之和 二十 再加上十 再加上四十 再加上二十 好 减去重复计算的部分 好 先把它摆在这 减去N减一 对不对 好 三十减一 剩下那个 SigmaT短 在哪里 永远按我的思路 把这四个时间摆在这 你看 二十 十 四十 二十 老师说了 这个SigmaT短叫做 两两比较小者相加 他俩比较谁短 十 他俩比较谁短 十 他俩比较二十 那把这三个加到一起 就是我们扣减掉 N减一倍的 十加上十加上二十 这就是公式中那个SigmaT短 能理解了吗 是不是并不难啊 所以在这里 关键就在这 这SigmaT短怎么来的 摆在这里 两两比较小者相加 这么来的 那这样的话 三种移动方式 随你变化数字 我们都会算 你这时候再来看一下 这个讲义 是不是你需要去背吗 老师需要去看着讲义 去给大家讲吗 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我们自己 这个推导的过程 这个公式都在脑海中了 你看 N倍的SigmaTi 是不是刚才我们写到的 应该算出来是2700分钟 好 平行干一个走一个 掐头去尾取中间 对不对 掐头去尾SigmaTi 加上中间 N-1倍的T最长 1250 平行顺序最难 所有的时间 N倍的SigmaTi 整P的加到一起 扣减掉N-1倍的SigmaT短 咱们说了 两两比较小者相加 你看你前面的这个 10加10加20 你看 是不是一模一样 它一定是这四个时间 摆在这里 两两比较小者相加 这么加出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把 整个的时间移动的三种方式的 这个公式的推导 以及相关的这个 教材举例的这个计算呢 给大家讲述完毕了 那我想 大家 刻下 把这一块真正落到自己的笔头 一定不会丢分的 那这个概念呢 说起来 你说它难吗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 但它真的有这么难吗 没有 你理解了之后 你发现 考着就是送分题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把三种移动方式 它的优缺点进行比较 这个整个的知识点是非常完整的 要求大家能够对比 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对吗 不需要 因为我们整个在 推导公式的过程中 都给大家讲解了 我们顺序是整批 简单对不对 不出现停顿 次数少 周期长 是那个最长的 好平行呢 干一个走一个 所以它的周期达到最短 但是它有时干时停的情况 对设备不利对不对 次数多 整个我们的生产组织是比较麻烦 你这中间过程 这个停顿 已经你要干一个走一个 干一个走一个 你是通过更多的移动次数 达到你的时间最短 那么两者的结合 较短 每道工序呢 不出现停顿 它设备能连续 但是太麻烦 麻烦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要考虑 什么时候用整批 什么时候用平行 那么它的搬运的次数 因为有了平行 只要有平行 它的次数就少不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部分的知识点呢 完整的讲授完毕了 咱们稍作休息之后呢 继续后面内容的学习 2 3 4 4 5 7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